今天我們講一講金融界如何看待政治的氣氛變化 其實我上星期跟一些做外資銀行的朋友吃飯 他們講一間大型外資銀行撤出香港、中國 現在在兜售他們公司的一切在港資產 例如遊艇、各大會所的會籍 全部都市駕而沽 到處找人去看看有沒有人肯要 這令我想起會不會真的出現一個 即使一些平民百姓他們離開香港的機會不是很大 但是這些所謂的資產或者一些大機構 擁有很多資產的公司其實他們都已經在動 而往後中國的資金又會不會做到一個replacement 這個要看將來 但中國的資金一定會做一個replacement 但不知道是不是replace 但其實外國的金融界在這十幾年 在香港賺錢越來越少 你會發現那些外資銀行請的人是少了 而中國銀行是越來越多 從來外國外資銀行的生態圈在香港越來越少 亦都這麼說外資銀行本身亦都沒有錢 即是歐洲銀行的歐洲都沒有錢便又回到巴斯回潮 香港人沒有profit 即是香港現在是很難賺錢 即是在現在這個氛圍 其實這件事是否只是香港獨有的問題 還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南韓都一樣 其實都很難賺錢 雖然在股市上 但問題是那些是炒的錢 而不是IPO或者做placement 或者做雜資、融資 或者你的基金賺錢 即是比較難了 即是他們上下期手 以前有很多是做一些卵 很多東西可以賺到錢 但現在的賺錢的機會是越來越少 有朋友問我 即是有多久沒有買的倭卵 我確實真的很久沒有買 因為以前輸了太多了 那輸錢應該的 買倭卵是否輸 人家倭卵首先賺了你 你首先賺了你的PIMO 所以他們說 如果你贏的話 那出倭卵那個人贏是甚麼 其實是否就是 這個都是看到現在 譬如倭卵牛紅市場 沒有以前那樣輕旺的一個多大原因 即是多少那些卵症卵候出來 都好像叫不動那些人入市 以前的賺卵 很多人自己打成交 很多人自己做 是犯法的 所以就拉了 拉了就沒有市場 那些人說做賺卵 自己做賺卵 自己做賺卵 那我譬如不要搞 我抄了世界股就算了 如果抄了世界股 如果抄了世界股的話 譬如不要搞 大家都這樣 那就沒有市場 那大家不懂 常常就是 抄了大隻 大家以為抄了大隻 大家以為抄了大隻 就不會輸 其實抄了大隻也會輸 就是這麼簡單 你剛才說到這個世界股 這又是另一個好話題 為什麼呢 我想有買開世界股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近一年半左右 世界股又是蓋了旗 差不多基本上 以前我們上網 或者打開報紙一看 以前通常都有很多世界股號碼 但是我發覺近期 就算比開世界股那些 近這大半年都開始 每天在那裡比大象 你不給賣賣賣賣 你不給賣賣賣賣的話 你不給賣賣賣賣的話 世界股沒有改變 那就是說如果一上市 我這樣說好不好 你上市你不准我轉 你不准我轉生意 那就是說我上市那樣 我就要做那樣 那我問你一問你 這個世界這個地球 或者是香港 做生意 執套的機會率是多高 九成 那就是了 那世界股股就執套九成 你不給我注資 很簡單 你現在不給 那件事本身監管機構 那件事你都不明白 沒有做過生意 找一些律師去做 根本就是豬 明白嗎 又說他們蠢 是蠢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我上市 你只要做那樣 如果不是我做那樣 就抓一顆電子 不可以再變 那我就問你一個數字 剩一間公司 執套的機會是多少 就這麼簡單 好啦 那既然周顯都說得這麼明白 我想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尤其是近一年半載 真是大家估天下 中文字幕——YK